所以国民党内部现在这两股势力的拉持 究竟郭台铭会不会出来 应该在春暖花开的时候 郭台铭会做一个明确的决定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收的主讲人张有华 最近台北政坛爆发了一件大事 这一件大事就是郭台铭是否起心动力 参选2020的大选 在过年前郭台铭拜访了王金平 及战斗兰就是国民党内部的战斗兰的负责人 也拜访了几位前国民党的主席 征询他们参与大选的意见 那事实上 从过年前到过年后 郭台铭的动作不断 当然郭台铭自己讲 他要组一个非绿联盟 换句话说 这个非绿联盟是下架民进党为止 换句话说 郭台铭他三年不动 一动就要下架民进党 那显然 郭台铭的用意是有两个 第一个是否参选 第二个不参选的话 他会被推举为非绿联盟的共同 我们先讲他参选的这一段 他是征询了王金平的意见 王金平给他的意见也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是以个人身份参选 还要参加联署 换句话说 功成浩大 这个是一个 那第二个 如果是用国民党的党籍参加的话 就是你必须要重返国民党 那第三个 王金平讲 如果没有国民党的支持 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参选的话 问题会很多 所以郭台铭就开始陆续的败会了战斗兰 国民党内部的战斗兰的新生代的负责人 也去败会了几位前 国民党的主席跟副主席就听取他们的意见 在听取意见过程当中 郭台铭是非常的忧心 就是民进党执政以来 要把台湾带到哪边去 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那况且 郭台铭也一直对民进党的某一些政策 好比说疫苗政策 也好比说对于两岸关系 那更重要的美中台日四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民进党都无法取得跟人民一致的共识 就是民进党只想做自己的意识形态的东西 反而对于民生议题经济议题 跟未来产业的发展 不做任何的政策指示 在这种情况之下 郭台铭对于台湾的未来是非常非常的忧心 所以他才有请教这里 这一计是一个重磅炸弹 所谓重磅炸弹 就是就国民党也好 就各家民调公司所公布的民调也好 他跟侯友一两个 是为二可以击退赖清德的人 换句话说 那国民党如果推出任何人 都无法击败耐清德 当然这个里面 还有所谓的一些搭配的问题 谁赠谁负 如果侯友谊真的不出来的话 那就剩下郭台铭 那郭台铭现在的难题 在于下列四个 第一个 要不要靠国民党 如果不靠国民党的话 他转而到民众党的话 他身是必然下降 那第二个 就是说如果他要依靠国民党的话 他重返国民党的时机 是在什么时候 那显然在今年的四月 那第三个 他代表国民党的话 究竟是征兆初选 还有其他的提名办法 那这一段 是郭台铭最不愿意回忆的一段 回想2019年 他就是因为参加了初选以后 他所遭遇的很多的问题 令他对政治感到寒心 在这一种不愉快的回忆之下 他能否代表国民党 接受几场应战 好比说初选 跟各个参选人竞争 还有竞争的规则 或者是竞争的原则是什么 国民党要讲清楚 这个问题显然不在郭台铭的身上 那第四个 就是最重要的 是什么因素 促成郭台铭起心动念 所以从过年前到过年 郭台铭 为什么他要找王金平 他们两个都是同时拜关公的信徒 还有他们两个 一个是 艺小总队的农与会的会长 一个是实质发红包的人 所以郭台铭 他透过了台湾的本土派 尤其是国民党内部的本土派 那甚至于他也去遵循了一般 所谓中立的本土派的领袖的意见 那显然郭台铭他还在考量 是否要参选 但是这一季重磅炸弹炸了下来以后 后续世界会如何的发展 应该在今年的四月前就会定案 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一则新闻 就可以理解到 就是在国民党深燃的部分 或者是中间派的部分 本土派的部分 当然他们希望 郭台铭有一个明确的表示 然而不可忽略的是 有另外一股势力 就是对郭台铭在2019年的表现 让国民党的声势直直 直直落是非常的不谅解 所以国民党内部 现在这两股势力的拉扯 究竟郭台铭会不会出来 应该在春暖花开的时候 郭台铭会做一个明确的决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